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震撼人心的抗争牵动了无数台湾人的心 共会来啦 我们就要通知 演习就不要通知 那这个演习都办假的啦 在这段著名的大军压境质询中 林毅雄当年在审议会的犀利 丝毫不被岁月已久的 成年影片所模糊 那年他才36岁 审议员是他第一份政治工作 有外面的军队就地震化 这是林毅雄 4月22日开始禁食行动前 所做的最沉重控诉 虽然过了30多年 他对于政坛掌权者的欺骗 与虚假还是一样的不假词色 就是这样的一以贯之 让林毅雄这次以近乎殉道的方式 针对核四问题展开进食 感动了许多人 也让已抗争超过20年的核四问题 终于争取到目前实质停工的初步结论 林先生一个人决食 等于一百万人在决食 是那么严重的事情 那如果林先生不信 也就会是几百万人会出来 为他出于这一口气 我们当然知道生命无价 我们也当然知道 一个人用生命去反对一件事 太极端了 可是一个人用生命做的事 我们只有感动而已 我们只有赶快在那后面 赶快加快脚步 看能不能赶快让这个政府醒过来 林毅雄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 她相信死生有命 因此在做进食的决定时 完全没有生死的考量 而当反核四抗争在她进食后 终于得到实质进展 而非何家园也在这过程中 争取到更多民众支持时 她开始在医院中以口进食 应该也是能让许多人心中 最为释放的消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